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任佳伦资讯 三月剧新上线了不少网剧 有好几步都很值得追呢 像是居静一的花尖令 任佳伦的烈焰开播后都冲出高热度 甜宠剧除了别对我动心之外 还有一部超冷门的猜猜 我是谁剧屏也不错 以下三月剧网剧热度榜 Top10 紫川第八 花尖令第三 烈焰第二 冠军有点意外 三月剧网剧热度榜Top10 张雨昕 王子齐 猜猜我是谁 猜猜我是谁是近期开播的甜宠剧 热度非常非常低迷 但不少剧迷都说蛮好看的 这是电眼魅力女vs冒牌骗子男 两个戏精的爱情故事 猜猜我是谁感觉是被剧名耽误了 剧名看着不吸引人 但其实剧情土田又搞笑 王子齐很有素感 张雨昕也很适合献偶甜宠戏路 两人斗智斗勇 很有戏 猜猜我是谁讲述宋瑶拥有奇幻体质 只要一部分特定人群与他对视一眼 便会无法自拔地爱上他 然而宋瑶的这双神奇电眼 在成天集团太子爷继承川身上 居然失笑了 但宋瑶不知道 这完全是因为眼前的太子爷压根 就是个冒牌货 他是骗子男秦号 就这样两个个怀心似的戏精相遇 究竟谁能磨高一丈 三月剧网剧热度榜Top9 胡仙旭 王彦林 飞驰人生热爱片 飞驰人生热爱片是一个热血赛车故事 热度非常低 但剧品不错 在剧版之前 还有过电影版 剧版承接电影飞驰人生一故事线 并结合了穿越 爽剧的元素 讲述赛车手张驰飞出赛道后身受重伤 灵魂意外穿越到富二代赛车手林真东身上 想尽一切办法去阻止24岁的自己重蹈覆辙的故事 像这种穿越重生的题材 最重要的就是爽感 而剧版飞驰人生爽度挺足的 穿越成富二代后 赛车手张驰疯狂给车队打钱 帮助这个时空的自己一路逆袭 剧情很痛快 而胡仙旭一人分饰两脚 一个是原来时间线上沉稳的霸总林真东 一个是穿越后灵魂未章持的林真东 胡仙旭诠释得很让人惊艳 三月剧网剧热度榜TALK8 杨旭文、刘雨宁、张明恩、子川光明三杰 子川是一部古装大男主旋幻剧 原著是经典男品小说 号称是能和庆余年笔尖的大IP 不过子川播得挺默默的 热度和庆余年完全不能比 子川小说是融合了西方框架的古装故事 结合家族战争、玄幻、权谋和喜剧等元素 拍成剧版评价却很两极 子川优点在于特效做得不错 画面有电影质感 全眸线也不会很降止 但选角就被不少书粉吐槽 主要演员都被认为不太贴合角色 不少网友认为三位男主在其他剧更帅一点 子川讲述西川大陆上 各方势力战乱不断 子川秀为守护家族 联手自己的结义兄弟弟林 斯特林抵御外敌的英雄故事 三月剧网剧热度榜 TOP7 欧阳娜娜 徐正希永安梦 本来大家看到永安梦是欧阳娜娜主演 都一片唱衰 莫想到这部剧拍的还可以 永安梦改编自小说长安第一美人 剧版改动不少情节 意外改得不差呢 剧情搞笑欢快 追起来不会闷 欧阳娜娜演技有比之前进步 而徐正希很贴合角色 剧中两人是老夫少妻的设定 设定挺甜 但CP就有点难科 被说有妇女感 但剧本身还不会很雷 永安梦讲述因承西渠的垮塌 沈家一息轻浮 陈真因此流落街头 难以自保 负责调查此案的廷尉陆石燕 因为频频梦见一名神秘女子 而陷入困惑 她发现 梦中的女子正是陈真 她只要一哭 陆石燕就会忍不住心绞痛 两人不得不绑定在一起 三月剧网剧热度榜Top6 邱泽 尚雨贤 唐人街探案2 唐人街探案系列 由陈思诚策划 先有电影 再由网剧 影版和剧版的角色互相串联 成为唐人街探案宇宙 新一季的唐人街探案2 分为四个单元 这次神探林默 与库拽电脑高手Tico 一同探寻真相 剧中也将揭秘 Tico不为人知的过往 唐人街探案2质感依旧在线 剧情除了悬疑探案外 还融合了喜剧 笑点满满 演员演技也稳定 但不少剧迷认为 唐人街探案2的案件质量 比第一季下降不少 悬疑性不够 没有一步步抽丝剥茧的快感 不过整体而言 剧情不崩 节奏适中 豆瓣6.4分 三月剧网剧热度榜 Talk5 丁雨昕 周期大理寺少青游 古装探案清洗剧 大理寺少青游 改编自漫画大理寺日志 讲述李炳意外遇刺 不幸身亡后 意外变成白猫 后来被任命为大理寺少青 雨晨时 王七 阿里巴巴 崔贝和孙豹等人 播开神都层层迷雾的探案故事 大理寺少青游播出前 不少粉丝担心会魔改 因为原著中主角猫头人身的设定不好拍 没想到剧版在现实和奇幻之间平衡得不错 透过动画尽力呈现了猫咪的设定 但以悬疑探案剧来说 剧情就略显拖沓 探案剧情不能深思 豆瓣评分6.8分 三月剧网剧热度榜Top4 张宋文 姚安娜 列宾 列宾拿下第四名 这部剧确实热门 只不过多半都是吐槽 列宾是一部犯罪击毒剧 女警追击毒枭的故事 找来狂飙戏古张宋文主演 张宋文的演技人稳 然而观众的焦点都放在女主角姚安娜身上 姚安娜是华卫集团创始人的女儿 顶级富二代 之前曾出现在剧有风的地方 饰演暗恋李线的女生谢琴 姚安娜演技被骂惨了 网友吐槽她演戏像有钱人玩伴加加酒 演技极未出戏 不过列宾也确实因为姚安娜而转足了话题 开播两天 播放量就冲破亿 但剧评就很糟糕 剧本漏洞百出 豆瓣仅4.3分 三月剧网剧热度榜Top3 居静一 游学艺花尖令 花尖令拿下第三 花尖令强碰赵丽颖的雨凤行 本来大家都不看好 莫想到上线后热度高涨 成为中国优酷战2024开年热度最快破万的录剧 是三月超乎预期的黑马剧 花尖令是换脸的设定 前两集客串的郑和惠子 撑起了女主角的人设 居静一眼恶女配也让人眼睛一亮 开头非常吸引人 但换脸后 居静一当回女主角 就影响了不少观众的追剧性质 居静一的演技依然被吐槽 不过花尖令还是值得一追 这部剧是原创剧本呢 故事灵感来自历史上的美男子潘安 换脸的设定有新意 浮化到质感也很不错 讲述京城第一美男潘月和杨采薇自小定下婚约 大婚当日杨采薇全家被屠戮 她被强行换脸逃过一劫 杨采薇怀疑是潘月干的 换脸之后 她伪装成花痴女接近潘月 两人携手破案 揭秘真相 三月剧网剧热度榜 Top 2 任佳伦 行飞烈焰 古装男神任佳伦主演的烈焰一开播 马上冲出高热度 烈焰改编自漫画舞更迹 原著是重磅男品IP 粉丝众多 烈焰有漫画打底 剧情没有魔改 节奏适中 特效也过关 不过这部剧最被吐槽的是造型 不少网友都觉得造型太灾难了 任佳伦 徐正希 严毅宽 这些古装美男 到了烈焰帅度全都大减 虽然造型很还原原著 但被认为不太适合几位演员 如果撇开装造的话 剧情其实不差 节奏流畅 主配角人设也有亮点 烈焰讲述人族王子五更遭遇国破家王后 沦落为奴隶 却不弃初心 带领人族同胞反抗神族压迫的故事 三月剧网剧热度榜 Top1 01 周也别对我动心 冠军是01和周也的 别对我动心 这是三月人气很高的甜宠网剧 由亲爱的 热爱的同班底团队打造 剧情高堂又搞笑 主角人设也很有趣 女主角性格粗暴 却假装纯情 男主角心机腹黑 却不小心反坑自己 01和周也很养眼 而且 CP感挺降的 豆瓣有6.2分 是近期评价不错的小甜剧 别对我动心讲述 校花月千灵 一直暗恋学霸顾寻 可惜顾寻早已在游戏中 轻心彪悍的搭档糯米小麻花 她对月千灵十分冷淡 在网络世界 却用尽百般武艺套路小麻花 但谁能想到 小麻花就是月千灵 顾寻最终不得不反向追欺 大家或许会好奇 怎么没有赵丽颖主演的宇凤行 这是因为宇凤行除了网播之外 还登陆电视台播出 因此被归类在电视剧榜单中 而宇凤行虽然三月中旬才开播 却直接冲上电视剧热度第一名呢 赵丽颖真的狂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人家伦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call 本频道弃